資源價格和資源股上半年 你的看法是否還是繼續大漲小回 資源股我仍然看得比較好 就是一些銅的金屬 你看到這幾個月 國際LME的銅價 已經升到現在1萬美元的水平 大家可能會覺得 也算是近年高位 未必再有這麼大的上升空間 我的看法就不是這麼保守 因為我也看過很多大行的分析 Gumman's X也經常唱好 Gumman's X也很厲害 她真的在唱同教 她不是現在開始唱 她是去年的年尾 當時的同教 還在七千多左右 她也說應該會破一萬 所以你其實看到她的分析是很準的 我同意她這個Versionnaire 因為現時來講 銅金屬的需求是相當大 或者你說各國現在都說要做一些減碳 做一些碳達峰等等這些概念 那麼新能源的應用是不斷的增加 你投資風電場也好 一些光伏的發電也好 全部那些發電機組 或者是說一些電池方面 一些電線方面 全部都牽涉是那個銅的 另外電動車也是 或者電動車 無論是車本身 你的粒電 或者一些充電裝 全部都是耗用大量一些銅的 所以這一部分再加上傳統經濟復甦 工業方面的生產又回復 比如你說中國近這幾個月 在銅的消耗方面是相當大 所以你看回現時 就是全球銅的庫船 都仍是捱著一些很低的水平 你說在供應方面 又追不上 因為本身你傳統出產銅金屬的國家 比如南美洲 智利亞秘魯這些 現在疫情都還未完全受控 即他們那些開採的工人 可能一些感染了的又要隔離 你在物流運輸方面 又可能有些邊境封了 又是有一個阻塞 所以你說在供應面上 就可能未必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可以完全是滿足到 所以同理你說這一層再上 絕對不出奇 這一類周期性的金屬 你說一升那一下 你真是很難估計